大家好,我是老胡 我们现在来到H&R Block 这是一个报税公司 可以自己报 也可以找报税公司 现在好多个人也搞去报税 做这个生意 以往因为我们的收入简单单一 报税很简单 自己报就行了 前两年是因为卖了一个房子 我们就在华铁路地区 找了一个自称 报税很有经验的 一位侯女士给我们报税 我们是报税的 头一年8月份 就把一些信息给她了 一日拖到第二年 报税的节日期应该是4月份 因为疫情就延到6月份 还给我们报 报上去以后有多处的错误 就跟她说把你的计算的情况 发给我看看 她就说 这是她的秘密 她的机密都告诉人家了 人家都自己会报了 按理说 这都是我的一些信息 你不能给别人看 既然你不给我看 我把我的计算情况给你看 发给她以后她也不回 我没办法又找了一些 报税的专家 看我的计算情况 对不对 看了我报的是没问题 既然我的对了 那说明她还是错的 她先报了我 我给老伴儿的 儿子还没报 既然你不承认错误 就不要把我的儿子那个报了 当然行 就重新找了 今天我们来的报税公司 相当于重新报 她就要调整我们的税 把错误的改正过来 我们又重新花了一下钱 虽然报税公司多花一点钱 但是服务质量完全不用 那侯女士的服务态度 服务质量是太差了 已经两年多了 我儿子那个钱 他要退300多块钱 还没退过我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给他发的信 他也不回 既然这样子 也就算了 破产免栽吧 发这个视频的目的 提醒发铁路地区的朋友们 如果碰到这种人 要小心点 这个服务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服务费省了一点钱 可能选事更大 我就是个例子 大家可以因此为戒 这次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